一二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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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了好了好了 到了到了到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咋还抱回来了呢 哎呦 大姐夫 哎呦 怎么了 二号楼小张她媳妇怀孕了 人家小张扶着她媳妇在小区里溜弯来着 被二米粒给看见了 非让我抱着她 围着小区转了四圈 哎呦我的妈呀 我说二米啊 你可真行啊 你让她抱着你干啥呀 谁让小张那媳妇狗俩嘚撒来的 这一顿狗俩臭险呗 好像她老公对她也多好似的 我能让她别心吗 真有意思 我累死她 哎呦 媳妇啊 你这是累死我了 你说你的虚荣心呢 停 陈春芳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过你们老前家 熊熊燃烧的传宠接代的剩我了 我这点发育没有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发一朋友圈 都有一百来个 争先恐后的抱着跑去二十圈 你是头子 我信 你是冠军 哎呦 妈妈 歇会了 哎 咋不叫人呢 阿姨阿姨父好 哎哎哎哎 好好叫 阿姨阿姨父好 娘娘好 好好好 把包放下来啊 行快洗手准备吃饭吧 爸我妈走呗 哦你妈呀今天和你姥姥和你姥爷坐火车 去给你舅姥爷过生日去了 太好了 哎哎这孩子你妈走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哎娘娘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啊 阿姨父明天我要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我们家玩 哎呦这么小小孩知道请客啊 哎他们现在小孩都这样啊 这今天去我们家这后天呀就去他们家 明天看来是轮咱们家了是不是 对 行你放心吧到时候爸给你做几个好菜啊 爸嗯 我有个想法 你说吧 爸爸嗯 你爱我吗 这孩子问这问题 你回答我 哎呦 你是爸的心头肉 爸爸我也爱你 你也是我的心头肉 哎呦 爸爸 谁啊 哎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是你的什么呀 你是我的脂肪肝 有多远古多远 你还是我的猪头肉 行 你放心吧啊 明天啊 你那些小朋友来了 爸给你准备八个菜好不好 不是吃饭的事 嗯 我们那几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特厉害的人 老有钱了 哦 上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看见他们家里有大汽车 有的住大别墅 有的家还有保姆呢 嗯 他们问我爸爸是干什么呢 你怎么说的 我说 啊 我爸爸也是大老板 我爸爸也是做大买卖的人 嗯 我们家也有汽车 我们家也有保姆 哎 妞妞 你过来 你怎么说瞎话呢 啊 这可不行啊 咱家啥时候有大汽车呀 咱家啥时候有保姆啊 大姐夫 啊 那你是干啥的 我是物业的呀 那你们物业的口号是什么呀 做好小区业主的保姆 你看看 你不还是保姆吗 哎呀 妞妞 回答的没错啊 在同学面前咱可不能跌分 对对 你这一点很像你二姨啊 对哈 妞妞 这一点呢 你特别像二姨 就是这种气质呢 要从小培养 知道吗 嗯 你这个长 你长得如果要再像你二姨一点的话 那你就无敌了 哈哈哈哈 走了 爸 就这一次 你也不能让同学们笑话我呀 你就演一次老板呗 不让你白帮忙 算一次上一年初 再要从我压岁前里扣还不行啊 没多少钱呢 哎呦 还有商业头脑 没事 你爸爸演一回也不值多少钱 就五块钱的事 给个赞 妞妞 商业巨女 你过来 你怎么说瞎话呢 啊 爸怎么告诉你的 让你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你去 你到房间去 好好想一想等着我 一会儿我跟你谈心 怎么又谈心呢 我最怕跟你谈心了 哎 你不谈心你怎么进步啊 啊 去 房间等着我 行了行了行了 孩子刚好放学 你还谈什么心呢 吃吧 干啥呢 爸刚才怎么说的 让你干啥去 哎呀呀呀呀 哎呀 姐夫有意思嘛 瞅你孩子上 你俩干啥呀 当着孩子面 我就不好意思说你俩 我这教育孩子呢 你看看你俩这一横 这怎么教育孩子呀 教育什么呀 孩子刚放学你让孩子 不高兴 不就撒个小谎吗 你帮他圆一下不完了吗 没完了 就差不多得了 什么叫差不多得了呀 撒谎还是个小事吗 啊 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再说了 他这表面上是撒谎 实际上他跟二米一样 这都是因为爱面子造成的 嘿嘿嘿嘿 我怎么刚躺下 还中枪了呢 我必须得反抗了 我告诉你 大姐夫 我认为妞妞这件事 她是可以理解的 理解万岁 什么呀 你们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跟你说啊 马上你们也要生宝宝了 以后你们孩子大了 你们就这么教育她呀 不是 大姐夫 这虚荣心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人人都有 你敢说你没有吗 我没有 你拉倒吧你 你还没有 上次我开着车拉着你去学校接妞妞 你跟我怎么说来着 师父啊 车往前开 往前开 尽量停到学校门口 我停到学校门口 你看见妞妞出来 好家伙蹿到车下边 站在我前击盖前面 拍着我这个车前击盖 妞妞 爸爸可这儿呢 妞妞 好家伙全校的老师同学家长全往这儿干呢 啊 你家有车是不是 这不是虚荣心 这是什么 我这么厚的前击盖 拍这么大的坑 还有一次大姐夫 你记不记着 你骑着你那个破二八自行车接妞妞去 走到学校门口了 人家妞妞臭你 爸爸 我在这儿呢 那你看把我大姐又吓的啊 是一顿躲呀 最后你说你躲不过去 你戴个帽子呀 把我大姐二十年前的红纱巾 围脑刮的上来 那原丑就跟偷雷的似的 你说你不是虚荣心是啥 哎哎哎哎 这点啊可不能怪我大姐夫 你看人别是家长 那开什么车接孩子 有三十万的 有六十万的 还有一百万的 再看我大姐夫那车 三十块的 哎呀 就是偷地雷炸了他不心疼 还有 大姐夫 你说咱老舅他家那儿子 上大学那时候 咱老舅是不是家里有一台国产的车 那都没开 租了一台进口车 送我表弟去上那大学 你看看 所以说这虚荣心这东西见怪不怪 有 好吧大姐夫你不要太认真 对 来来来来来 咱们坐下来说说这事 好 我承认 世人都会有虚荣心 但是这么点的小孩因为这个说瞎话 这是小事吗 啊 最大的问题是他说了瞎话了 还得让我们当家长的跟他一起说瞎话 帮他圆这个场 这能行吗 我告诉你 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 哎 现在是这孩子已经撒了这个谎了 明天同学就来了 你要不帮着圆 那几个同学就会知道 哎 扭扭他撒谎了 那几个孩子知道了 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得知道 怎么面对同学 怎么面对老师 怎么在小四班混 怎么点赞 怎么互动 就是 要我说大姐夫 你这心眼吧 没事就活动活动 对吧 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吗 我觉得这是对他不好 这不明显是犯错目这不是 你行了大姐夫 一会儿妞妞出来了 你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对 完了嘛 就这么简单点事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你就帮他演一回能怎么的 哎 有戏 行啊 那我就凑合着帮他演一回老板吧 你直接抓住 哎 怎么那演个老板怎么还吃凑合呢 怎么还 啊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这浑身上下 就没有一点老板的气质 哎 那都不重要 大姐夫气质不够 我的气质可以凑嘛 什么意思 大姐夫明天妞妞她的同学来 我就扮演一把大姐 往你身边一站 完事儿的 糊涼过去了 不行嘛 就我这妇人的气质 再加上你这高颜值 咱俩这小CP往这一站 没死了呢就 到时候你把小崽子护一抖一抖的啊 好什么好啊好啊 还好呢 我把老板都搭进去了我 行行行 你俩演完呢 我也得演呢 你演保姆 我演保姆 行 我演保姆 我都干点什么 你没事 你到时候就来了以后给做做饭什么就行了 我可不会做饭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吃 那行啊这样吧 那回头啊 你就别干活 好不好 我来干活 你疯了吧你大姐夫 你是大老板 我是保姆 你做饭保姆吃 对 小孩也糊弄不过去啊 这也不靠谱 这个不行 那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浑身上下呀真的是一点儿没有老板的气质 你看你穿这一套什么呀这是 那我们就老百姓就穿这个呗 那我没穿你这西服 我穿上我也像老板 哎呦 来来来来来 你穿上穿上来 你穿上 我这可是名牌 来来来穿上穿上 穿上怎么着穿上 穿上 穿上就不行啊 还真像个老板 行不行 不是你这衣服太 像个破了产的老板你这是 你们还给我给 不是你这衣服穿上太小 我不合适 什么合适 这就不是衣服的事儿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气质 好好看着我的眼镜 仔细地看着我的眼镜 看见什么没有 眼屎 我抠出来我砸死你 我再给你弹回去 哎呀这俩人 你行了吧 你就是没有气质 我告诉你啊 那行吧 你这么点啊 你演保姆 你就演保姆 你也特像保姆 也行 现成的嘛 老板老板娘 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演 关键是我 怕妞妞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演保姆 你们俩演父母她能干吗 你不问妞妞 你怎么招人家不干呢 这是不用问 孩子肯定接受不了嘛 她跟我这么亲 你问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你 妞妞 死心眼 妞妞 来 妞妞 来 爸 你什么时候跟我谈心呢 爸现在跟你谈啊 妞妞 今天爸爸挺不高兴的 不能说瞎话 明白不 但是你既然已经这样了 爸就帮你圆这次谎 就这一次 明白不 嗯 谢谢爸爸 爸爸跟你说有个事啊 明天你和同学来了以后呢 你就管你二姨还有二姨妇呢 叫爸妈 完了爸爸演个保姆 你觉得这行吗 行啊 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此时此刻 那个心里的感受 太好了 太好 记住了啊 从现在开始 我是爸爸 我是妈妈 那小子 那小子是保姆啊 嗯 记住了啊 为了明天能够顺利的进行 咱今天得演习一下啊 保姆 赶紧的 别别开着 快点儿保姆 咱那假装啊 假装你放学了 来把书包背上 带着同学来了啊 假装你带同学来了 来去吧 到门口去 好 你好好演啊 保姆 开始 快来 开始 我回来了 保姆 保姆回来了 来来 叫我 来 叫人 叫我 阿姨父 保姆 快叫他 那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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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二姨父 你叫爸 对 阿姨父爸 哎呀 妞妞 你不叫二姨父了 就叫爸 对 好 叫爸 爸 哎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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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我爸 我叫二姨了 二妈 二姨妈 二姨妈 那怎么呢 还长得还不是原配的呢 俩字叫一个 二 哎呀 什么二 叫妈 快点 妈 行了 行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来 来 来 开个心心的 高兴啊 表情 高兴一点 高兴一点 来 来一遍 开始 哎 我回来了 哎呦 宝贝回来了 来来来 来 叫人 叫 爸 哎 妈 哎 闺女啊 明天可不敢这么叫我 这个情绪呢 你同学还以为我把你拐来的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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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地吧 来 这保姆 打个招呼 爸 哎哎哎哎 哎哎 回来 回来 你松开你 告诉你嘛 哪有俩爸呀 这是保姆 那我叫啥呀 你叫赵哥 这 小 哎 哎 哎嘿嘿嘿 挺好的 别愣着了 书包拿走啊 赶紧的呀 书包 我们家孩子书包 这么沉没看见吗 真是把孩子得累着了 倒水 渴了渴了 我们家小公主就渴了 没有 没有眼睛 小公主渴了 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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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 跑步 快点 快点 哎 赶紧拿毛巾擦脸 这都是汗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你动起来 动起来 哎哎 好 干什么 好嘞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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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进屋当年代孩子鞋 还不给换呢 换鞋换鞋 保主 哎呀 你这我这孩子 怎么个保姆呢 你快点来 这保姆一分钱都不能给 这样我家保姆 都是纸的 真是 来 来 爸 哎 不许叫爸啊 我叫赵哥 爸 我骑到我 victim 既然是便宜 Nat 咋了 咋了 咋咋了 闺ähr 这咋还哭了 你ontec 谁知道怎么回事你啊 爸 我明天就跟同学说 我爸爸不是什么大老板 我爸爸就是干物业的 但是在我心中 永远是全世界最爱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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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回屋 干嘛回屋 干啥呀 跟你谈谈心 让你领悟一下精神 我亲爱的爸爸 最爱的妈 你跟妈妈一样 就说了下 陈志芳啊 嗯 我也想跟你谈谈心 让你领会一下我的精神 你说 我觉得今天大姐夫给妞妞 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教育课 以后咱俩这孩子呀 就得这么教育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给他进行拍教 我支持你 媳妇 行 那你明天除去住吧 好 为啥我要除去住啊 别说话 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我咋的啦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以后像你 不是 那我啥时候搬回来啊 十八年以后 等孩子的金钱观 价值观都确立了 我才考虑让你回来 我丢的东西也太多了 我是孩子的爸呀 小刚刚 你给我出来 我给你谈谈心 你领会一下我的精神吧 你 是 男人 都